之前就有一條影片說我在淘寶訂了一些字典套回來 那全部都不能用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朋友覺得我對於泥這件事情有獨鍾 於是他真的在日本又帶了一項手信回來給我 我覺得挺特別 所以想介紹給大家看 Hello 大家好 我是Sunny 話說我朋友去完日本回來 然後他就跟我說他抽了一個扭蛋 那個扭蛋我在香港也沒見過 那他就說是一些泥來的 泥的扭蛋有沒有聽過 我自己也沒聽過 沒錯 就是這個扭蛋 這個扭蛋裡面就好像有些粉在裡面 然後完成了之後就會是一個個圓形的波波 不是很明白 看看是怎樣做的 其實我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要把泥做扭蛋呢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有什麼好玩的 我先試一試 首先他就說要把這一包東西倒9CC的水進去 然後就搓整一個泥頭 其實我也不知道9CC是多少 我好像太多了 嘩 有些軒跑出來 好噁心 究竟有什麼好玩的 為什麼日本人要做這些扭蛋出來呢 然後我們搓到大致上圓形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放這些鹽油粉上去 不知道是什麼粉 總之要放些粉上去 煎滿那些粉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繼續搓勻它 我很想知道究竟有什麼好玩 好無聊 弄完之後就會變成一塊這樣的波波 然後他就說要等待30分鐘 30分鐘 弄這樣的東西要浪費這麼多時間 好 等了30分鐘之後 這塊好像沒什麼特別 都是這樣 然後他就說要在紙上滾 好像有點變化 有些不同了 整塊變得深色了 還有有些斑 就會出來 好像月球表面一樣 搓完之後他就變成一粒麥蹄沙 閃閃發光 當然夠泥 然後他又說要再等多30分鐘 那我們再等多30分鐘 之後我們就要在剛才那些粉上面再轉多5分鐘 老友記經常都用那些波波 我究竟在做麥 好嗎 那我們又要再等多30分鐘 好 那我們等了半個小時後 我們就可以繼續在紙上 不停地把它打滾 大家看到它開始有一點點花嗎 接著他就說要在光滑的表面上面 繼續把它打滾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在這裡搓它 三個多小時 三個多小時就是這樣做的 大家看到嗎 完成了之後的波 就好像這顆一樣 是充滿光澤和有些花紋 但我真的很想知道這樣有什麼特別的 好厲害 我們成功做到這個不思議的泥土 好厲害 好厲害 不說還以為這個是 我不知道 好厲害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還有分享出去告訴你的朋友 如果你朋友去日本的話 不妨他帶這份手信給你 真的非常之好 千萬不要忘記按LIKE 我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在逢星期二、四、六 是這樣的 BYE